新闻大破解 回答新闻 大家好 美国正巩固第一岛链 核武的保护伞在东亚延伸贺阻 还要打造个跨时代的联合作战部队 将如何和印太国家 以及台湾来联合防卫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来谈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军事布局 同时我们要盘点中共的外交处境 在G7七大工业国的峰会前夕 在各国在持续强化 围堵跟反击中共 那凡是稍微注意国际新闻的朋友们 或多或少相信都会留意到 最近国际的外交圈的事件 是非常的大量 非常多 穿梭外交四处在跑 而且或多或少都和中共 分不开一些关系 那例如很著名的就是最近 加拿大和中共相互驱逐的外交官 而德国的外交部长和中共的外长 先后会面三次 但是两国之间的分歧似乎并未消减 而且欧洲的多个国家 都在不同场合对中共发出了批评 而看到亚洲方面 中共和日本韩国的关系 也越来越恶化 更不用说中共和美国的关系 没有解冻的迹象 照中共的说法实在严寒状态 要怎么解读呢 我们来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 林玉教授 明志正老师 主持人好 胡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 胡振东先生 Tony大哥好 主持人好 明教授好 大家好 是 欢迎两位 那整体看来 中共的外交看下来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觉得 是出了一些问题 而且问题看起来并不小 范围也广 所以我们试着来拆开 来三级来分别讨论观察 首先我请到明老师 就是我们先谈一下 中共跟加拿大最近 这个互主外交官的现象 还有加拿大在检讨 这个情报单位 一直在说中共渗透他们的选举 有点像几年前的澳洲 那还有就是说 在德国或者是欧洲国家 现在的关系 法国跟德国的这个态度 有些很有意思 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说 中共可能跟这些国家出现 比较大的摩擦 甚至遭遇到些麻烦 应该说不只是摩擦了 可能遭遇到麻烦了 这样讲可能比较准确 我们先谈谈加拿大的事情 我想这个胡先生很清楚 因为中共跟加拿大最近 互相驱逐外交官 首先看起来是这个加拿大出手 5月8号的时候 加拿大驱逐了 中共的一个外交官 叫赵伟 那理由是他干涉内政 那第二天 中方就立刻对统报复 然后就把加拿大驻上海的一个领事 叫曾议会的一位这个加拿大女士 就请她离境了 但是没有给理由 这事情要追溯到差不多两年前 2021年的时候 加拿大一个保守党的 有一个议员叫做庄文浩 他是香港议的 然后他在加拿大国会就动议 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 这个压迫 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 这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 这个表达一下意思 后来国会就通过了 然后谴责中共的种族灭绝 中共非常生气 中共的时候就立刻 就制裁这个庄文浩 但是制裁就算了 他更糟糕就是 中共长臂管辖 用他在加拿大的情治人员 去威胁庄文浩 然后呢 因为庄文浩是这个香港移民 他有这个家人 亲属还在香港 然后又在香港威胁他家人 跨境阵亚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那这个 当然后来加拿大 当然反应很激烈 然后就 我们陆续都看了一点点新闻 但是最后呢 那爆出来就是 那最后没办法了 加拿大就说 那你们赵伟搞得这样的话 那实在太不像话了 所以必须要他这个 那个 赵伟就要离境 那中共就要对等报复 除了这事情之外呢 差不多在2019年 这讲起来差不多快四年了 加拿大选举 当时就已经传出消息 我记得我们节目隐隐约约谈 谈过一些 但不是谈冷戏 就是中共怎么样去干预 加拿大选举 三次选举 这个出钱啊 然后就去买一些人啊 甚至恐吓一些人 还发一些信的呢 那后来这个 19年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 加拿大那调查才完成 所以在去年大概1月份的时候呢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呢 就提了一个比较细节的报告 给了那个 除了道给了那杜鲁道 然后给了一些国会议员 那这样就算了 去年11月 我们还讲过这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谈过 在G20的时候呢 习近平不是看到杜鲁道吗 那两个人谈了一下话 大概后来记者就问了杜鲁道 杜鲁道就说了我们谈了什么东西 后来习近平再碰了杜鲁道就跟他讲 把我们之前讲的话呢 你跟新闻记者讲 这样不合适啊 你这样做以后就不好说了 我们讲话说 一个堂堂国家主席 去威胁另外大国的总理 这样讲话是非常undiplomatic的 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他不觉得 而且还当着镜头耶 他不觉得 然后讲完之后就非常生气 这样就走开了 这个国际上觉得说 这是什么呀 你江泽民当年在国际场合 拿书出来书头 大家都觉得不礼貌了 你这样去指责一个大国的一个总理 所以以后就不好说了 这真是明目张胆的这个威胁 所以你觉得加拿大人心里会怎么想 所以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加拿大考虑参加奥英美同盟 当然不是一件事情 我现在讲的就是 因为国跟国之间的来往 这个胡先生非常清楚 国跟国之间的来往 你有一定的这个 protocol 有一定的礼仪在那里 就是我说话到什么分寸 你说话到什么分寸呢 然后我们大家彼此拿捏一下 你真到那样就叫撕破脸 你如果这样一步步这样下来 加拿大第一感觉你干涉那一场 第二感觉你干涉那一场 明目张胆到时候威胁我的总理 那这就很不像话了 所以当然现在这个事情 还没有最后定案 但是加拿大这消息已经出来 然后看起来奥英美同盟那边 大概也是准备迎接了 当然讲到奥英美同盟 我们顺便多说一句话就是 奥英美同盟是前一阵传出消息 说希望邀请日本参加 纽西兰也想 对纽西兰也想 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德国跟这个中共的外交关系 当然我们看到大概这一阵子 比较新闻关注的就是 德国外交部长跟秦刚会面好几次 但讲话都很不愉快 贝尔伯克他回到就见完了中共 然后回到德国的时候跟议会讲说 他说我看到中共那种对内的压迫 跟对外那种嚣张跟那种跋扈 很多事情很多内容令人震惊 当然他没有披露的内容 但是他这样对国会这样讲 应该是把一些细节讲出来了 他说他没法相信我看到的事情 他说这是一个两个体系的 跟两个价值观的对抗 这第一个 第二贝尔伯克当时又警告中共 最近就讲在俄乌战争当中 你所谓的中立 实际上你没有去谴责侵略者 你本身就是不中立了 那中共当时要反射相机 中共说我不需要教师爷 所以后来德国的看法就是 你根本就是个外交调讯 你已经不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人 但是德国的商界跟德国的政界 倒有比较大的分歧 商界现在好像对这个中共 好像还double down 就是我还加码下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他们要协调 英国的外交部长的柯维利 他当面跟韩正讲 他说我们明白表达了 我们英国对香港 对新疆跟对台湾的看法 然后他还讲了一段话 他说英国必须捍卫 中共的这个不适当的行动 我们必须强化现有的联盟 并且我们考虑建立一个 印太地区联盟 考虑建立这个东西当然还在 就是设想当中 但是你这样 以英国这个外相这样讲话 这分量已经很重了 意大利可能会终止一带一路 捷克可能会军售台湾 然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也力挺台湾 这些大家都很清楚了 当然大概比较重的话 当然还没有实现了 这个可能胡先生 还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欧盟的外交代表 他开公司的人 Borelli就讲 然后我们最后 是不是欧洲战应该派军舰 去巡逻台湾海峡 鼓励各成员国都去 是 那个话这样讲算 你是最高的一个代表 虽然欧盟驻中代表 后来之后就说 没有这种事情 那话夸大了 但是Borelli这样去 挣着白纸黑字 去投书讲的话 不是一件简单的 以他身份来说 这话这个分量是很重的了 那更不要说 七大工业国的外长会议 那时候表态 然后北约这几年来 也不断在这个年度的 这报告会议上面 也都表态 所以如果说你去盘点一下 中共对欧洲之间的关系的话 虽然他们现在还在 努力要恢复 但是应该这样说 就是慢慢开始往下走 当然觉得这两天 我们就看到最新的东西就是 欧盟好像发表了一个叫做 对华的外交政策一个报告 那等到全文看到之后 我们再详细谈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会有更清楚图像出来 是 感谢 我们最后看到 让中共的外交当 这种非常跳脚 大概是最近的 美国在东亚的 核保护伞的延伸 传说日本韩国将透过美军 来串起彼此的军事雷达 是韩国跟日本彼此 也是军事雷达 那此前韩国表态 美韩的华府的华盛顿宣言 不排除扩大范围 台湾不知道 不过就是例如 日本可能可以加入 那北韩的导弹跟核武 就一直长期被怀疑 背后有中共跟俄罗斯援助的影子 那回顾去年十月份 美国发布的新版的 核泰式评估报告 放弃了不率先使用核武承诺 打击对象包括 对美国本土海外的美军基地 其盟国的威胁及攻击 就引起中共跳降 因为大家都想到 在亚洲尤其台湾的部分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胡大哥 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说美军的核保护伞的策略 从这个核泰式评估报告来说 有一个网清晰化的走向 那再到华盛顿的宣言 在东亚有点展示 类似我们前阵子讲的 这种战略清晰吧 就核武面的战略清晰 很清楚它的后果是什么 那这样撑起的核保护伞 对台海跟台湾 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最主要是在现在这个情况 世界的情况下面 美国是需要清晰 因为北韩一直威胁 要用核子 然后现在最近俄国也开始威胁 要用核子 在这个新的政策 核武器的政策 威胁也是美国可能利用 核子武器其中的理由之一 所以因为美国已经是说 OK No Fursuit 我不会先用 你如果用核子武器打我 我才会打你 可是现在我们的敌人 有些人说不定500个核子飞弹 在天上什么在发射 那太晚了 所以美国一定要改 就是说如果我知道 你要准备用核子武器 或者其他的大规模 杀伤性的武器 我可能就用核子武器先打你 而且还有战术核武 也可以用小范围的 Exactly 所以最主要是吓阻敌人 用核子武器来打美国 或者美国的朋友 所以这个改变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核子武器 已经到很多国家了 伊朗也开始了 北韩这些比较没有控制的国家 也有了 所以需要更清晰化 让大家晓得 美国不会等到 你打我以后我再打你 当美国知道你准备要用 你要威胁美国或美国的朋友 用核子武器 威胁朋友 你准备要用的时候 美国可能先打你 用核子武器先打你 这也是核主嘛 对 对不对 美国不要有一个核子战争 因为核子战争是 这种打仗是很残忍的 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 我在美军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是核子战斗队的指挥官 发射 Mainman missile 然后我们会看我们的目标 然后我们会看 你要那个核子弹在多高的地方 因为你要看城市多大 在一个高度 一下子几百万个人会死掉的 这种武器 这种仗不能开始打 因为打了以后 这个fall out 下面的二三十年 还是一大堆人会死 所以这种是 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打仗的方法 绝对不能开始 所以还是要嚇阻 那美国就想用这种 最近改变这个policy来嚇阻 所以你讲的对 中共当然对美国和韩国 北韩最生气嘛 对不对 最近改了Washington的Declaration 是很不高兴 然后其实美国跟韩国 美国跟日本 都有Mutual Defense Treaty 互相国防的同意 所以不管用什么东西打 美国都会帮助这些国家 对不对 那中共升级 我是搞不清楚为什么 因为这跟他们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相信 中共会用核子武器 或用其他的大规模杀杀性的武器 来打台湾 如果真的要开始打的话 因为他们这样子 在历史上会留一个很臭的名字 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当然 有时候你不晓得习近平到底会做什么 因为 现在习近平威胁要攻打台湾 已经是一个很不敢想象的事情 因为为了他一个人的野心 要多少个中国人死 对不对 因为台湾不会去打中国 美国不会去打中国 只有中国会开战 所以呢 他为什么对美国和韩国的核子的伤 Nuclear umbrella 和日本会剩那么多集 I don't understand 反正如果他不用的话 他就不必担心 自己心虚了 对自己心虚了是不是 我好不容易弄那么多 这样一招我就没办法 威胁就大为减少了 你就不能威胁 因为美国把威胁也是变成其中的理由 第一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你能不能用核子武器来威胁 像现在北韩真的要小心 他一直威胁一直威胁 当他真的想做以前 因为事实上 你也晓得美国情报是不错 对不对 如果知道他正在准备 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先会被打了 是 所以我想北韩要小心一点 然后当然俄国 普丁也要想一想 你不要嘴巴一直讲说要用 即使你用战术的核弹 还是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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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种威胁我觉得是 很empty 空的威胁 因为如果他在用核子武器 打乌克兰的话 风是从西往东吹 这fall out都在俄国 他那边的suffer会很大 你知道 所以这种威胁你看一看 知道怎么样打仗的话 你看看俄国这种威胁 你就觉得这不合逻辑嘛 你自己会受伤 因为这种东西一炸出来 这个fall out是很大一块地方 你看上次小小的一个发电厂出事 多大的地方被cover 如果真是一个 Chernobo Chernobo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弹 它比那种小小的核子 leakage 那差太多了 所以它的fall out area是很大 而且大部分的地方都会在俄国 所以这种威胁是有点本的威胁 那我想说进一步问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军要把这个核导弹潜舰 开到南韩 等于就在离中共很近了 那再加上它未来跟日本 日本又要加进来这个样的宣言 等于美日韩这个地方的密切的协调之后 它这样的核保护伞 可能间接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保护作用 或者说嚇阻作用吗 其实核潜舰对台湾保护 或者牵制中共的这个动作之类的 牵制中共的动作最重要的我想还是 我们其他的attack submarine 攻击潜舰 因为中共的潜舰对美国来是讲是最头痛的 其他东西美国都可以照顾得很好 那潜舰呢 如果是当我觉得啦 如果事情开始紧张的时候 美国的第一个工作 就把全部中共的潜舰找好 然后跟踪 然后当他们一打的时候 这些潜舰应该是第一个target 第一个死的 是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看 这个美军在第一 美国在巩固第一岛链的过程当中呢 台湾如何不成为其中的最弱的环向 因为跟各国没有邦交 要如何协作 另外呢 我们继续谈中共的这个盘点 中共的外交麻烦在亚洲部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最近大家看到呢 韩国菲律宾呢 明显的选边战 美国在巩固第一岛链的防卫 而美军的部署被形容 是类似冷战初期的态势 华府智库的研究员常伟贤呢 就表示呢 其实美国最近在岛链的种种的部署 还有串联呢 它的重点是在遏止共军部署呢 到台湾的东部 以及西太平洋一带啊 来维护台湾民众的防卫信心 那拜登最近要访问太平洋岛国 还要签署一些协议啊 要强化第二三岛链的合作 所以我帮我请教一下 托尼大哥您怎么看啊 当前这个美军 对于这个整个岛链防卫的布局 那尤其在第一岛链 像我们看到美日韩的战略三角在形成 再来就是美日飞跟美澳飞 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啊 那台湾和各国没有邦交 那我们之前看到 台美的海巡协议啊 一些创意的做法 那如何来军事协作 大家很关心 让台湾不会成为一个弱的环节 或者破口 像说美军有一个退役的将领 叫做蒙哥玛丽 他最近参加众议院的兵推 他就认为说 也许在半年到一年内 有机会看到台湾美国 在军事上的协作 您怎么看呢 对 美国和日本和韩国的集体防御 和美国和菲律宾的集体防御 对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他这种防御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很难预约的障碍 像最近中共一大堆飞机船 跑到台湾的东边去 现在是和平时间 那是公共的海 公共的sky 任何人都可以到东边去 每天一大堆航空公司的飞机 飞啊那些 如果真的开始打仗 不是那么简单 要经过那几个choke point 因为前几年 最近日本当演习的时候 在那些岛小岛上面 都有反舰的飞弹 防控的飞弹 这一次美国和菲律宾 捐并捐的演习 在那些小岛上面也放了飞弹 也试发过东西 所以呢 一开始打仗 中共能够那么容易到东边吗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中华民国大家不要那么怕 因为他现在去的时候 没有人阻止他去 很简单就飞过去 菲律宾航空公司也去 日本航空公司也去 大家都去 OK 台湾东边是一个很简单 任何人都可以飞的地方 所以不要怕 当事情开始那种紧张 开始真的开战以后 他们可能就去不了 因为他们的choke point 都会被 其他的国家control 所以我就看很多报告 要下中华民国的人民 我觉得 不要怕 这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因为 当他在东边 尤其像他的航空母舰好了 是 他航空母舰 自己自卫的能力很少 他一定要有从大陆上面的飞机 帮他cover 就打仗的时候 他可能只在台湾的北边和南边 躲在那边 因为他一过来的话 台湾的反舰飞弹可以打他 美国的反舰飞弹 从他另外一边打 他没有cover 然后他可能会死得很快 所以 根本过不了 宫古跟这个 在那边就已经会被打到了 所以他应该不会往那边走 为他自己生存 应该不会往那边走 所以 要看清楚 他 现在让他浪费他的时间和资源 跑到那边去 没有意义的恢复那些军刀 我在这边 我要吓一下你 让他们做这种笨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 没有什么意义 那 关于台湾跟台湾的朋友 一起作战 是有一些难度 因为台湾从来没有 有跟大家演习过 所以这一点比较难 可是我在其他的电视program看过 他们谈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OK 相互操作 相互操作 对 这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大部分 台湾的用的 Major System 是美国的 所以 如果美国的F-16 到花莲基地降落 中华民国的军人 马上可以替他加油 装飞弹 装炸弹 同样的 如果他到日本旁边基地 或菲律宾的基地 中华民国的F-16 或P-3 或E-2到那边 马上美军也可以 因为一样的 hook up是一样的 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interoperability 你想想看 他船上 中华民国船上用的炮弹 飞弹 全部是美国的 对不对 然后 不管是直升飞机怎么样 所以这个interoperability 不是大问题 不是大问题 那另外一个 常常你可以听到的 就是说 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那个通用战斗图片 OK 因为你要一起打仗的时候 要看同样的战斗图片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对不对 这个呢 现在中华民国 都有这个hardware 像Link-10 Link-10在船上 是share common picture 在中华民国的 大的船上都有 OK Link-16那更不用讲了 全部的F-16 E-2 P-3 D-上的command center 都有Link-16 需要的时候随时打开 Exactly 要share的时候 只需要activate这个sharing OK 那这是白底扇 这是刚开始 中华民国开始军售的时候 就想到这一点 所以说汉光演习 美方也会派人来观摩 然后有时候美军 在周边演习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舰队 会出去在那边绕来绕去 Exactly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做comeback system design的时候 就会想到万一我们需要 operate together的时候 怎么样share information 因为我不要你打我 我也不要打你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 interoperability 还有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不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没有机会work together 那最近两个月前 大家看到新闻说 中华民国陆军准备 送一个battalion 去美国受训 大家一起 这是很好的开始 因为受训完了以后 要看你training effectiveness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演习 对 一定会有一个演习 跟美国在一起演习 这是一个开始 第二个就是 中华民国如何fit in 万一要保护台湾的时候 this joint operation 在环太演习的时候 都练过了 那么多国家 26个国家参加 然后scenario当然都是亚洲的scenario 那这个structure command control structure怎么样一起打仗 怎么样一起 很多船都 我们友邦的船 都有 零零十六 大家都 然后我想那个exercise 好像是日本的 他们的一个航母 做指挥官 因为他们会让其他的国家 美国会让其他的国家 做指挥官 然后练习打仗 所以 希望中华民国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像明年去参加做observer 然后再两年以后 做参加这个演习的话 这个aspect 就可以get better 就没有机会exercise 现在有机会exercise 而且不但只是跟美国 可能跟菲律宾 日本 韩国 大家一起exercise 我看美军现在很积极 只是说他们在做一个 太平洋的联合战备中心 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帮助这个印尼 帮助澳洲 还要去帮助菲律宾 等于是说大家都这样一个模式 都把它水准弄起来之后 到时候真的需要的时候 很快速就可以联合 对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大家都了解 是 好 感谢我们 这边看到我们前面谈到 这个欧洲国家 最近对中共的一些外交上的动作 我们上周也谈到亚洲一些国家 像日本 韩国 菲律宾和中共 也发生一些摩擦 那以及还有选变的问题 那这些从中共来看的角度来看 他们大概会说 这个一定是美国在后面搞鬼 然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没有主见 甘愿当美国的走狗 傀儡 棋子 我们都这几年听得特别多 然后Story才出现这样的 还有说这样 就是因为美国 大家在出现这样的局面 但是我想要问老师 就是看起来我们听到这些论述 中共一次一次地 把这些责任问题 都推到别人身上 但对于各国指责他的 跟他的一些问题 他好像都不怎么正面回答 或者就是反过来又怪别人 你怎么看 反过来说就是 如果大家都跳起来了 然后大家都看着你 都指着你 然后大家的各种练习演习 都针对你的话 你觉得是大家要围殴你呢 还是你激怒了大家 这个问题得先问一问 因为你不问的问题 然后觉得大家都来欺负我 那大家为什么要欺负你呢 当然啦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你原来就想消灭大家 你从一开始就讲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我们要推翻 要消灭资本主义 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 要消灭帝国主义国家 中共现在如果整个国家 还抱着这种思维的话 你就不能怪说 人家要消灭你 因为你一开始就想消灭人家 而且你几十年来的动作 所作所为跟你讲的话 跟你做准备 大家看来都指向那个方向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欧洲 前面是贪图了这个经贸利益 那现在慢慢开始平衡 到底是经贸利益重要呢 还是价值观重要 我怎么去平衡这两者 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但大家在想的问题 对亚洲国家来说 可能更迫切的就是 我的安全问题怎么办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节目上也谈过了 那就大家也注意到了 第一最 这个大概最近最积极 几根最活跃是日本吧 是 岸田没有选上以前 谁会想到岸田当选后 忙成这个样子 还要登上时代杂志了 还登上时代杂志了 而且有趣的是什么 时代杂志还没初刊 就告诉你说我要登这个 预告 还没初刊 这事情是很少有的 因为搞杂志一般就是 前两天推出来 或者这才打个预告 你会在两个礼拜前打预告 这很少有 初刊日就是G7峰会的隔天 是 所以它这个东西 它是 真的是背后那意涵是很深的 是 所以岸田非常活跃 它要访问美国 然后打算战略共识 然后把梅兰保育往前推进那点点 最重要就是什么 他们讲的就是抗共保胎 最重要就是这句话 好 然后岸田要四处出访 要去非洲 要去这个太平洋岛国 然后要出多少亿 什么等等 所以将来日本在 这个亚太地区呢 这个外交跟战略角色 会非常非常重要 它认了已经跑16次了 是 好 这是第一个 它上台没多久啊 对啊 大标准只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尹薛越防美了 好 那个也达成了战略共识 然后也讲抗共保台 然后搞了华盛顿宣言 华盛顿宣言看起来是一个核保护赛 对 看起来是针对北韩的 但是中共跳脚了 中共把这个华盛顿宣言什么什么 你把这个什么 把核子问题闹那么大 你不说说你把核子问题闹那么大 然后你背后又豢扬北韩 把核子问题闹大了 所以就你说的 怎么都不先指责他自己的问题 然后就先去指人家呢 好 那么当然更精彩就是 你说美国跟日本 美国和韩国推进关系 日本和韩国也推进关系了 对不对 那现在尹徐在讲 我们华盛顿宣言是开放的 我们不排除日本在参加华盛顿宣言 那么也就是刚刚讲的 美日韩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现在他们讲 华盛顿宣言之后 最后内容还没有敲定 我们还讨论细节 那意思就是 是不是要跟日本一起讨论细节呢 因为他还讲了 我们希望尹徐在讲 我们希望跟日本跟这个美国 针对北韩的各种合资武器 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详细讨论要打算共识 而且不只是打算共识而已 就是我们下一步操作 要怎么操作 这个我觉得才是更具体的问题 当然中共恼火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隐形的问题 就是萨德费弹的问题 萨德系统在2016年开始讲的时候 中共就非常恼火 当然南韩讲说我是针对北韩 但是中共心的肚明 就是萨德一百件之后 你南韩跟美国就连结了 一连结起来到 你可以针对我的 是 中共的小说 这个萨德可以针对他 所以他闹得很凶 等到17年真的成立之后 中共就不搞县韩令嘛 所以韩国艺人也不能去表演 韩国什么 又不买韩国东西了 好 那最后呢 南韩稍微做了点让步 答应了三步政策 不再追加啦 然后不影响中国安全啦 不怎么样等等 好 那所以中韩关系呢 慢慢有点解冻 尹熙悦在这个当选 在后任的时候就讲一段话 他说北韩现在非但适合 很厉害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不排除将来 会有更多的这个萨德 我对萨德在增加 持开放态度 那中共又生气了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联动的 这是韩国的部分 这是菲律宾的我们谈了很多了 小马克思又去访问了这个华府 然后也见了这个拜登 所以我常常讲说 拜登有时候比川普还要厉害一点 拜登跟中国讲 川普年轻嘛 这个反应快嘛 他拔枪快嘛 我不行啊 那这样好不好 我找人来围欧你 我打不过你 我找人围欧你来 我把人都叫起来 我围欧你 所以他看来就这态度 可是他做得非常绵密 然后接下来还有印度 印度总美又回去 那不要说澳洲纽西兰参加了北约 然后可能会参加 刚刚讲什么五言啊四方啊什么等等 越南也可能的 不要忘记越南了 然后再一个就我们回到最开头讲的 美日韩同盟 美日韩同盟是有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讲是美日安保跟美韩安保 但没有讲美日韩安保 美日韩安保安保什么意思呢 就是韩国被打化 美国日本要来帮忙 日本被打化 美国韩国要来帮忙 然后美国在亚洲北朝 还要要求日本跟韩国来帮忙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东西我刚刚讲说 你说美日啊美非啦美韩啦 美什么啦 看起来台湾都不在里面 其实台湾都在里面 台湾都在里面 台湾在每一个的核心当中 我们得把这话讲清楚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美韩讲说我关切台安全 美日关切台安全 日韩关切台安全 然后什么美日非美日韩什么 大家在讲的话的时候 都在讲同样事情就是 我们关切台安全 关切台安全的背后的意思就是 你中共迫害这个国际秩序 然后威胁地区安全 这是我们大家看的眼里面 而且我们感动身受 就在我们做节目前 大概就几个小时吧 中共跟菲律宾那个 好像这个海上又对峙了 然后又闹起来了 那么也就是中共的这些动作呢 大家常常讲战狼外交战狼外交 不是 不只是这样 战狼外交不只是战狼在那边讲了狠话 而战狼背后的思维让他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想说你背后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英国不是为了很棒的问题吗 你为什么在成平时期这么大规模建军 你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外向公开问 对 你也讲清楚 而这种事情 过去我们在希特勒看过 然后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拿破仑的时候看过 成平时期这样大规模建军 那就你有所图 你这样问的问的很白了 问的很白了 问的非常白 所以刚刚讲说伯拉利讲 我们这个舰队要去巡航台湾海峡 什么等等 这都是有地方使 对他来说这句话这很大突破了 是 就对欧盟来说是极大突破了 不得了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都看在眼里 然后担心在心里 现在就是我们想 嚇阻战争至爆发 我们不是想打赢 但我们要嚇阻战争至爆发 所以反正结论我们之后再说 现在我们看见就是 欧洲的太史如此 亚洲太史的也是如此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了 中共遇到这些欧亚各地的麻烦 甚至日本也到非洲 去挖中共的墙角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也展开了许多的密集的 外交各方面的回击行动 但是会有效果吗 还是造成反效果 另外美国的国防部 说要建造跨时代的联合部队 这些部队在印太会如何来操作 来协助防卫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我们在前面谈到 在欧洲亚洲等地 中共在外交上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以中共的特性 是绝对不可能无所作为回应的 但我们也注意到 中共最近参加了 在印度举办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 之后还有中共跟中亚的五国会议 外交部长秦刚 先前也访问了亚洲多国 接着又出发呢 访问了欧洲多国等等等等 那他的副外长也四处在跑 所以这些作为 其实都蛮有针对性的 这个较劲的味道 所以我请教明老师 你怎么看 中共这些作为 还有它很多方面的 这种综合的回应 包括现在还有反间谍 大家都认为 解读它在报复等等的 到底能不能产生正面的效果 或者它的思维 为什么跟 我们就是接不起来 应该说就是不会没有效果 会是效果的 问题是效果有多大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反效果 会不会大于正面的效果 就像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 大家都说他这样打 打成这样子 普京原来的理由是说 我不让北约威胁到我 战争一开打不到一个礼拜 我们在节目上就讲 我们最后他得到一定的反效果 因为北约一定东扩 最后结果北约一定东扩 就对离你会越来越近 然后包围会越来越密 一定导致这个结果 我们意思就是 不管你在乌克兰打赢打输 所有都是这个结果 像老实讲它不是东扩 是大家去往西逃 西逃 是中欧跟东欧国家西逃 西逃结果就变成北约东扩 那你不要这个结果 就反而造成这反效果 所以现在看中共这些外交动作 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它不会无所作为 但它的作为是基于它的意识形态 跟它的世界观 跟它的这个政治理念 而它的世界观政治理念 从一开始都跟这个 跟正常人是完全相反的 它自己都讲 我们就是要消灭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就要消灭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这几年 一直在重新讨论 这个共产局的意识形态 对 所以现在他们才 从根上面去理解 他说我面对的不是中国 我面对的是中共 他现在才开始想清楚这件事情 糟糕的是台湾很多人 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说蓝绿德国人 这情况 但是这个就是角度不一样而已 那么回到你的政题 对 现在中共干了 就很多外交 做了很多动作 第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 在这个印度这个外长会议 大概它主要有两个议题 第一议题就是 我们这次要不要把这个伊朗 跟白俄罗斯纳入上海组织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七月份 它可能要开一个 上海组织的峰会 然后普京跟习近平都可能参加 就要做一个准备 那么到了七月份的会议上 可能还有一些发展 现在我们再看 一个是科威特 一个是缅甸 一个是阿联大公国 一个是马尔代夫 这四个国家会不会 这个跟上海组织成为对话伙伴 上海组织将来有几乎 我们再想一说 上海组织是国际上 在中共成立以后 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为名的国际组织 然后它算是一个安全组织 或者说军事组织 当然它这个军事组织相对还是比较松散的 跟北约不能相比 不过它毕竟还是这么一个 军事跟安全组织 所以我们还得注意 有趣的是 秦刚去参加这个 国外这个上海会议 他里面提了五点建议 你猜第一点讲什么 他说我们要坚持战略自助 要加强团结互信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将安全 什么利益 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域事务 策动颜色革命 他最害怕就是颜色革命 他非常清楚 因为大家想让它变色 其实我觉得真的想让它变色 是中国老百姓 白纸革命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那白纸革命 大家说没有颜色 结果中共又外交告诉他 白纸白纸也有颜色 白纸不是白色吗 也是颜色革命 他们的敏感就到这种程度 我就告诉各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秦刚最近就进了伯恩斯 就美国驻华大使 然后双方讲了半天 表面的话当然讲说 现在中美关系你说是这个 什么急动状态 严寒 严寒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慢慢解冻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他说不要出意外 对不要出意外 他说不要避免罗云式的下滑 然后中共常常讲说相向而行 什么叫相向而行 就是我这样走 我不改变方向 但你要改变方向对我而来 这叫相向而行 这是他的相向而行 你给我听清楚 不是我们双方改变 鬼当然慢慢驱动 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讲了什么 停止继续怎么掏空一中原则 然后停止支持 跟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美国立刻回嘴 我们没有一中原则 我们有一中政策 我们一中政策就是 三个公报 然后六个保证 跟台湾关系法 我们就这东西 然后美国现在有趣就是 把台湾关系 把顺序改变了 把台湾关系法摆在最前面 也就是我的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 最重要的是台湾关系法 然后三公报 然后再六项保证 是 这非常有趣的 好了 那么这个除了之外 欧盟提议说这个 因为中国有些公司 它好像卖一些武器 跟武器零件出来 对于俄罗斯 在乌克兰打仗会有帮助 所以欧盟现在要开始考虑 是不是我们要制裁这公司 秦刚特在讲说 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等等 单方面制裁 那如果你们真的要制裁的话 那我们会坚定的反应 意思就是我会反制裁 不要忘记几年前 中共跟欧洲关系搞坏 就是因为你搞反制裁 因为那时候新疆的问题 这个雪原棉花的事件 欧洲几个国家 象征性的制裁了一下 就是中共很认真的制裁回去 那说我们关系闹僵了 你现在是不是还要往下走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中共的动作 就比较军事的动作了 4月29号到5月初 台湾刚好也放了一些架 然后很多人就跑到日本去玩 日本是黄金洲 在黄金洲那几天 中共海军有八艘军舰 密集穿越 然后环绕日本附近 按照日本的媒体说法 就是除了航空母舰没来之外 其他型号都来了 什么飞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电子侦察舰 综合补给舰 什么其他大的小小 一共八条船都来了 然后把照片什么都拍下来 拍得整整齐劲 这条什么这条什么 然后什么号什么号 都讲出来了 这些都不是很有善的行动 对不对 然后再来 也就这几天吧 差不多三四天前 国际媒体就报出个消息 中共的094级的核潜艇 出现在西太平洋 距离关岛大概800公里的 这个地方浮出来 然后靠近菲律宾的海域 但是从美国角度来看 你再窥视我关岛 对对 那你说这个讲得太过分了吧 不是 四月份的时候 辽宁舰跟山东舰先后航母编队 也到关岛附近 中共自己讲得很清楚 这话题讲了很多年了 我相信胡先生非常清楚 仗在哪里打 兵在哪里练 仗在哪里打 兵在哪里练 所以中共的军舰出没关岛 你就是对应这句话 那美国人只要读懂中文的一看 那你就在干这事嘛 那你说 你说还不是这样 中共自己想 所以我这样过去 他的媒体这样讲 我这样过去之后 美国的第一岛链是不是沦为摆设呢 美国要了封锁我中国第一岛链 从此就落空了 所以美军现在正在逐步退到第二岛链 这是中共官媒讲的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他说 辽宁舰山东舰094核显舰 相继出现了关岛 所以解放军对美国海军的威责力度 大大加强 老师他们已经习惯了 大家都很客气对他们 他们是忘了这个动态的世界 他这样说话 他就这样说话 这就官媒说的话 我一字不出来读给大家听 这大内宣就算了 那问题是有人读得懂中文的 然后现在美国CSS 也出了什么叫 interpret China 然后把这东西也都翻译了 中英文对照 然后都摆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读出来 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原来你是这样说话的 那你说过去靠大翻译运动 就讲讲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它是什么表里不一等等 但现在大家把这东西都拼凑起来看 大家看见就是 你不是一个这个 愿意做好邻居的一个人 你想要改变国际秩序 然后你想要破坏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你要破坏游戏规则 你要推行你拟好东西 可以 如果你拟好东西 比如我们现成的东西好 我们大家非常乐意接受 你尊重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 超过我们现成的程度 我们当然愿意 但如果说你要下降 倒退或是真的话 这个你要去把它整个推翻的话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这是生活方式或整个体系的斗争 不过话说到这里 中共不是没有排打 中共还是有排打的 第一个它有那么大的市场跟工厂在 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不能低估的 所以G7现在就在抵消它 就是第一个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说它不能调停俄乌战争 但是美国跟欧洲国家希望 你是不是能够想到跟俄国家讲 就要不要再打 但还存了一点想法 第三 它还可以玩弄北韩的核武跟飞弹的 所以它还是有几张牌可以打 那当它有牌可以打的时候呢 那大家对它呢 还是会忌惮三分 嗯 是 好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美国的国防副部长 希克斯9号发表演说 解说中共构成了世代挑战 这个美国的形容很多了 那美国需要一支跨时代的 在近期 中期 长期 都有贺阻力的联合作战部队 能够阻止 并在需要时击败对美国和盟友伙伴及其利益的侵略 范围蛮广的 那我们就看到像这个美军陆战队在日本的冲绳基地 整编了一个滨海作战团 然后陆军呢 要成立第三支的多领域作战特遣队 那四月底呢 美国的陆军特战司令部呢 也在美国的本土首度演练登陆台湾协防 所以汪请教这个胡大哥 那你怎么看说这个跨时代联合作战部队的概念 我们之前提到综合合作 现在好像又更具体一些 那再来就是他说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了滨海作战团 火力强大 多领域的作战特遣队 再加上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在第一岛链有可能是如何跟各国 跟台湾来联合运作 我们的副部长他讲跨时代的时候 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 美军需要用创新来保持在对手的前面 永远要保持在对手的前面 你看美国四十年 四十多年前出来的逆中的东西 现在敌人都追上了 对不对 25年前出来的net-centric warfare 用网络中心打仗 这样大家可以share 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我们的敌人也追上了 我们也是差不多25年前就发射超级音速飞弹 现在敌人已经赶上了而且超越了 那时候为什么我们慢慢的越来慢起来 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problem 就是说你飞得很快的时候打得不准 所以我们这个很难overcome 我们现在还在overcome 可是俄国和中国你说我们有了 你看俄国的极超音速飞弹 打在人家家里面到处 那是恐怖武器 因为你打不准 你速度快的时候 你超一度的话 下面就超十公里 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打击敌人使用 他们就乱打了 美国不能做这种不负责任的 你说我有了 我有了 现在东风时期他们说超级音速 有没有真的打中过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可是敌人都有了 都开始追上 所以副部长的意思说 我们要继续用innovation 创新 这样子我们可以一直stay ahead for example 现在美国在第六代的战机和作战方法 我们focus有人无人总和的系统 叫man and maintaining momty 就是说以后呢 美国第六代的系统 都是有人的和无人的在一起 而且很多有人的东西 无人也可以用 像以后我们第六代战斗机 你是要不要飞行员 optional 所以呢 因为事实上在新的系统里面 人是最弱的 wicked link 因为人在飞机里面飞 你飞9机 我是10秒15秒就开始很受不了 真正的飞行员飞很多 可以大概20秒 可是如果金属做得好的话 25机没有问题 所以人变成wicked link 这家飞机design25机 可是你受不了的话 你就没办法做这种 所以我们把momty变成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我们进去的时候 无人在前面打 然后有人在后面 人可以有abstract thinking abstract中文怎么讲 抽象 抽象的对 因为机器是logical 直觉的东西 如果人看到一个东西 而且他不必以逻辑的方法行动 人可以做不同的 unpredictable 所以人一定要在中间 所以以后打仗就这样子 man and man teaming 这是innovation 这是未来的 就是跨世界 跨时代的作战办法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multi domain 就是说多遇特遣部队 因为traditionally 你就有在空中打仗 在陆上打仗 在海上海底打仗 现在我们这种multi domain 就是说网路 太空 合起来 所以你说防止介入 然后area denial 你怎么样防止 这种不同的domain 你可能防止到一个两个 可是你没办法防止到全部 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种特遣部队 现在就在 美国在develop这种 作战方法 怎么样用multi domain 去攻击我们的敌人 so that's important 然后你刚才讲到 滨海作战团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用的办法也是 防止敌人不让我们介入 因为它是modular 它是模块化 像这一次 捐并捐的时候 那个okinawa的 的team就被deploy过去 它那时候是选了一些 防空的module logistic的module 然后为什么呢 他们那次的mission是 到一个小岛 小岛上面只有一个跑道 那这个team the littoral marine regimen 一上去以后 保护这个跑道 把防空的飞弹弄好 一下子以后美国战斗机 就可以降落去 开始在那边打仗 那个岛离台湾还没有200公里 所以需要的话 马上就进去 那中共就没办法挡你 说你不准进来 我们已经进来 你在里面了 是 背后中共很白 想要先毁灭 但先毁灭一些重要的基地 等一下你分散之后 你就很难挡了 对 重要的基地 一紧急的时候 全部都会已经分散了 不会等它来打 是 因为现在 很多东西已经设计到 这样子作战了 因为我们知道敌人的想法 哇 你在Kadena Okinawa 还有在Guam那么多东西 就是我要 就像透极珍珠港一样 对不对 你第一个目标 我们EU智能力 这些东西会分散 分散的独立作战 又可以连在一起 这真是很创新的 对 现在我们 Agile Combined Employment ACE就是独立作战 小的unit 以前是一个大连队 现在都是分开来独立作战 然后在不同地方独立作战 然后都会一小队出去 像滨海作战团一样 就这样子 那航母呢 航母作战要很多练习 就像环亚的 环太平洋的时候 练的时候 有航母参加 中华民国因为一直 没有机会演习 所以这一点就比较弱一点 那当然最主要是 Coordination 要有办法联合谈 然后我们在这里 你在那边 然后你的role 你的任务是什么 中华民国你们的任务是这样子 我做其他的 你屁股后面不必管 我管 是 你就管前面 这种做法 所以还是可以联合作战 可是能够一起做的东西 就比较少一点 是 后来感谢 节目最后 我们前两位要 各用一分钟总结今天的讨论 谢谢明老师 你刚刚问了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中共这么多动作 有没有产生正面效果 所以如果我们将把它盘点下的话 看起来是反面效果比较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几年下来 大家越来越感觉到 中共的这个战略的威胁 对大家大幅增加 所以大家必须回应 你才看到 刚刚讲说日本呢 韩国 菲律宾和欧洲国家呢 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有点味道就是说 以前是谁讲台海 中共就欺负谁嘛 对 现在就当然那 那就大家一起讲好了 大家都讲一变 就很难就是说 很难就是你每个都去针对 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问题是 美中的敌意是大幅增加 而且看起来很难降下来 不管你双方怎么谈 怎么解冻 最后那个核啊 就是双方对抗那硬核 还在那跑不掉的 美国战略现在很清楚了 西线就是要打败俄国 东线就嚇阻中共去打台湾 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那除非有一方误判 否则不太可能 所以比较看起来就是 在外交战略各方面斗而不破 因为是中共是没有力量 真的破这个局 美国是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不愿意破这个局 大概是这样 好对台湾来说呢 就一旦国际形势 形势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来帮我们反共的时候 我们真得看懂 我们不但要看懂 而且我们好好利用 这千斩难逢的机会 把台湾的实力在家壮大 然后看看将来呢 能走到哪里去 通理大哥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关于军事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 我们讲的全部的东西 还是嚇阻战争 不要打仗 那要嚇阻战争里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中华民国的决心 自卫的决心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美国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钱 用什么滨海队啊 一大堆做一大堆东西 尤其跟那么多国家演习 因为现在花钱 嚇阻比花钱打仗要便宜多了 或者在战后要重建 这种钱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比一比的话 最好还是在前面花钱 嚇阻战争 不让战争发生 不要等战争开始以后 那个钱花的就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刚才我们谈过 中共往台湾的东边跑那些的 不要怕 因为他现在没有人阻止他 真的紧张的时候 他很难出来 他应该很难出来 而且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说中华民国军队 有没有跟盟军有互操作性 有没有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这些东西 其实我在军中那么久 27年我跟亚洲的国家都演习过 中华民国国军很棒 不要听人家讲什么叫什么米虫 什么我参加过汉光 从汉光18到38还是 然后还有看中华民国军人练习 那些的 其实水准还不错 在亚洲来讲的话 应该是前三名前五名没有问题 所以不要听这些很奇怪的新闻 一天到晚自己骂自己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新闻 所以要相信 而且最近国防部改变的东西 都是好东西 应该会是中华民国更强 所以台湾也说 愿意承担更大的区域的安全责任 对 是 好 我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精辟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一三五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